90年代的重量级是黄金时期 每个拳手都有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主人公更是不可缺少的一位 那就是Lady Kerbal 提起这位高大的身材 火爆的脾气和那凶猛的拳法 用这个黄色短裤裤脖的一段赛后采访 怎么说的呢 抱着拳头像一列火车 他想打断我的脖子 嘿哦天 撒嘿 88年那次奥运会为拳团 贡献了三位大佬 那就是李迪克鲍 刘易斯 还有小罗伊琼此 89年三位都转战职业拳台 鲍是第一个拿到王位的 而且是三冠王 87年 泰森统一了重量级 然后老货从道格拉斯手中接管了王位 再之后就是鲍哥 把他弄的是四分五裂 因为他把其中的一条扔进了垃圾桶 从此乱套了 哎呀刚才揍的是这位老嫂子吗 这位老嫂子别看早期投行不是很猛 但拳法相当猛 因为他之前那是古巴国家队的 再一次前往芬兰的比赛当中 这小子撩了 撩奶跑野妈就跑到美国来了 留的这个哇塞的投行 古巴的国家有规定不允许去打职业赛啊 所以才有撩这么一说 那么为什么整这场比赛呢 因为这场啊非常有意义 在业余赛上啊 里迪克鲍还有刘玉斯 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尤其刘玉斯被打成了猪头 就因为有这么多历史 还是两届运动会的冠军 相当狂躁啊 非常狂 在发布会上侮辱里迪克鲍 鲍兄一个大脚瓶子就飞过去了 这回是遇到茬子了 这场应该是95年 里迪克鲍有一场败祭 也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的次败祭 就是和老霍的三军两胜的一副 而这个老嫂子啊叫港萨雷斯 人家可是保持着不败战绩啊 甚至狂的啊都不用教练 他说了我就是教练 用什么教练教练啊 白花贤 这也是里迪克鲍 干掉海德之后 多得拳王的第一场卫免战 这时候 淡淡还不是忧伤的时候啊 我啊现在是越来越不会做视频了 本应该一分多钟的视频 我非要讲这么多干什么 哎呀 我就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了解拳台这点事 有人想我磨叽啊 当然我的铁粉出外啊 来到短视频五百多天了 真的非常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啊 我就想啊 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 我肯定让兄弟们好好乐呵乐呵 哎呦你们 我扯淡我第一名 来到正题吧啊 这场比赛啊 里迪克鲍是带着复仇之心来的 之前的业余败绩 再加上赛前港萨莱斯的侮辱 这一下子往死消啊 就那小刺拳 怼的老嫂子是怀疑人生 这时候里迪克鲍受到体重的困扰 还跟他周旋了几回合 要是再放前几年 我的天 两回合就结束 四拳精准 后手极其有力量 用这个大后手低头轮的 由于他个角度啊 是从上至下 那对手吧 有时候的低头 你感觉他好像大后脑勺 其实吧 他就这个出拳线路 那你没办法 谁让低头啊 给这个老嫂子怼的是满嘴喷血啊 这两位人高马大呀 裁判老头啊 李耀元拉架呢 啪踩着 这小刺拳啊 太漂亮了 还有力量 而且他这刺拳 很多时候都是假的 虚晃 按理说啊 人高马大的擅长外围 其实李迪克鲍内围是最牛的 尤其近距离 他也不知道咋轮出来的 这拳头 唰唰的就猛啊 到了第六回合 老嫂子只能后退就求成存了 要保着个儿加圆呢 赶紧的别磨叽了 前面老头我俩等下班呢 赶紧的 哎 前手刺假的 哎哎哎 躺诗喽 头型有点凌乱 看刺拳假的包 这是真的呀 然后这一厨子最狠 这一下玩活 刚好那次忍着剧透 给东北那小子点点关注